对了 下周赫世的三十多年晚宴 跟我一块儿去 晚宴 我不去 不去 为什么 所谓的晚宴 不就是穿着恨天高 和气都喘不过来的紧身衣 对着别人假笑 整晚站到小抽筋 都喝不上一口热汤吗 没意思 你可知道你现在的身份 是贺太太 如果你要是不出现的话 会引起别人的非议 最关键的 是大姑会起意线 那你就跟她说我生病了呀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愿意打个石膏 假装 救病复发 我就是明白了 你是在害怕自己 跳舞跳得不好吗 不过也对 对于像你这样小脑不健全 无法控制自己 四肢协调的人 让你跳舞 确实强着做难了 我告诉你 我小学可是我们 广播体操领操员 舞蹈CV担当 黄尔兹可跟你们的广播体操 是两个概念 不就是捧叉叉吗 我妈他们公园里 那些阿姨全都毁 我交给你看 看着啊 蹦叉叉 一二三 蹦叉叉 一二三 蹦叉 三四 哦 不用了 跳个舞都能把刺激的 脚给踩到 到时候踩伤了我 我还得扣你工资 麻烦 你就是刺激我是吧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还真就受不得刺激 不就是跳舞吗 我学会给你看 吃饭 妈呀 我怎么就 扛不住我的嘴呢 这位是礼仪老师朱迪 这位是礼仪老师朱迪 邢天老师海伦 舞蹈老师娜娜 这位呢 是给您设计礼服的设计师 朱罗斯和她的助理 这里晚宴还有八天的时间 不准偷懒 每天回来 我都会查手里的成绩 啊 客人好 你们好 我好累啊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角落 魔鬼血量 这就累了 辛苦你了 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晚餐 我跟小薇已经吃过饭了 我被折风了一天 你就给我吃这个 这个怎么了 我早就看不惯你之前的饮食结构 正好趁这次的机会 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还有啊 这份晚餐兼顾了营养和健康 很适合你 开动吧 没肉啊 贺老板 我真的吃不下 我现在特别饿特别困特别累 我需要高热量的食物 才能慰藉我树上的心灵 所以我写 想吃什么呀 火锅 确定是火锅 哪家啊 边看边吃 边看边吃 放松一点啊 来 再坚持一下 来 腿接着往下一样啊 对 就这样 再往下来点 来 放松 咱们接着来 咱们接着来 坚持一下啊 好 对 就这样 保持平衡 收紧 姿势摆好 头摆正 放松 好 往下 收腹 靠棍子上 收紧 对 伸直 我先先先先 是我啊 贺总 同城那边有消息了 人找到了 找到了 已经给您订了去同城的机票 两小时后起飞 我正在去接您的路上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啊 来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老师们 你们先休息 好 好 来 来 来 这么着急 东西都掉了 既然大魔王不在 我为什么不给自己放假呢 金满火锅局 我六点准时下班 你不是说最近要为了晚宴保持身材吗 还敢圆火锅啊 小婶 顶不住了 管这什么鬼晚宴 我要火锅续命 这不是张司机吗 张司机 什么张司机啊 就是以前给贺家开车的司机 自从车祸以后啊 就不见了 贺总找了很多年 一直没找到 好 张崇 你在哪儿 找到真相 什么真相啊 我刚种草了一家公司附近的火锅店 你先来公司等我 我马上下班 好 刘婶儿 我出去一趟啊 嗯 好 老师们 今天辛苦你们了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们先休息 我们晚上再继续吧 好的 菜菜 你先休息一趟 也同意录音 您听一下 那天晚上 是贺总的大哥 吩咐你背车的吗 是 那你还记得 天气怎么样吗 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路面很黄 我尽量慢慢开了 但是叶薇先生跟夫人 一直在说话 我 我有些分心了 他们说什么了 我不记得了 都让你分心了 你还不记得 可能是吵架吧 我忘了 好像是先生着急出门 夫人动作骂了 两个人 就碎嘴团几句 我分心了 这时有一辆大车开了过来 我嫂子不是那种 会因为我哥出门晚了 就跟他吵架的人 如果这个事件上 有人从来不发脾气 我嫂子就是那个人 我哥跟我说过 他从来都没有着急过 更别说 跟别人生气吵架了 所以张诚在撒谎 是我 是我 我一会儿都飞过去 贺总 出了点情况 张诚跑了 你找了他四年 才不到四个小时 你又让他跑了 是我的说服 跟平和的 那就继续找 再找 哇 牛肉羊肉猪蹄 猪肠猪脏 猪脑话 脊肠鸡爪 鸭脏鸭脂 牛肉味 还有香肠骨 鸮肉 你 威鹅 你在哪儿呢 我坐电梯上来了 只要跟火锅有关的 你就异常准时 开玩笑 生活乏味啊 只有奶茶跟火锅 不可辜负 行 那你在那个电梯口 等我一下好吗 我送个文件就过来 好 我愛你